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幸亏一家藏民及时出现替我解围 我给这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符 并留下柱子承诺回去以后将照片邮寄致辞 但却因为初心将地址弄丢 以至于一个开始简单的承诺 却需要十年的光阴来实现 这一次终于找到了线索 终于有线索了 刚才那个小朋友告诉我 他们认识这一家人 并且他告诉我这个小姑娘 已经考上大学了 所以我现在想一张照片 十年的照片像十年的酒一样 里面的故事太多了 并且他告诉我 他们家就在这上面 我们现在往上面去找他们 十年后这一家人是否还好 他们是否会记起当年的那个下年 十年以后 只有那老房子还留有当年的一些印记 见证当年的我和这一家陌生人在生命中的交集 一个轻易许下的诺言 用十年的光阴去完成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终究没有让美好变成遗憾 如生活一样 不要轻易许诺 一旦许下诺言 请一定做到 多少年都不算晚